我们来继续上一期的关于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讨论 孩子看起来注意力不集中的第二种原因 得到的关注太少 有时儿童做游戏不是因为儿童真的喜欢游戏本身 而是儿童希望别人注意到自己 当游戏没有的观众 游戏就没有意义了 特别是恶作剧的时候 当儿童不集中的问题 有无法言说的愿望时 比如想要获取更多的关注 他们只能玩或者演出来 如果这些时刻刚好发生在学习课堂的时候 则很容易给人这个小孩一点都不专心的印象 这些时候也常常是老师家长将关注从小孩身上稍稍移开的时候 家长怎么做 给予孩子充分的关注 倾听孩子的诉求 寓教娱乐 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 让孩子从学习中获得更多的乐趣 第三种原因 孩子不懂怎么做 我发现有的时候儿童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对于将要完成的任务感到无所适从 有的家长会说小孩不专心练琴或者对抄写作业没耐心 但可能是儿童完全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去学校 为什么要上课 为什么要写作业 这些看上去很简单的问题却在真真切切地困扰着很多小孩 如果在一个小孩的世界里上学是爸妈没空陪自己玩 上课是家里人对自己的惩罚 做作业只是可以去玩的黎明前的黑暗 多少人能对这些生活中的灰暗面投入兴趣和专注 家长怎么做 与孩子沟通 让孩子了解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另外永远不要把学习当作惩罚孩子的工具